咱們最熱愛Cosplay的大東汪東誠 終於把事業觸角伸向動漫界了 這次以老闆的身分出席櫻桃小丸子25週年特展 取得主辦展覽代理權的他 小稱自己是小丸子的爸爸 汪東誠為此盡心盡力 還花了一個小時吹了很飄逸的花輪頭 還當場模仿起來小飯全場 我只是來Cosplay一樣 一下而已嘛 寶貝 我覺得我滿想看豬太郎 豬太郎 你的意思是不 沒錯寶貝們 今天歡迎大家來到小丸子25週年學元季 有哪些同學到呢 不 有我 豬太郎同學 是嗎 還有我完尾頒獎 喂 我是怎樣 其實我才是身後的配音員 而日前汪東誠參加飛行真人秀節目 接受三個月的完整飛行訓練課程 之後如果能順利通過考驗 冠軍將可得到價值約2500萬的私人飛機 對此大東興奮的說 我現在學習到已經真的可以飛上空中 但是我只能說真的非常精彩 因為我們第一天呢 就進行從18000英尺上熟悉空中 然後跳落地面的一個特訓這樣子 身為一個運動員的精神 就是自在參加 不管有沒有得第一名 但是都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對 YESV新聞中心台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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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謝謝 強了 我有點滅頭